關頭打開 骨髓抽完以後就發現 我的骨髓裡面的癌細胞佔了36% 大學老師古美玉 四年前罹患多發性骨髓癌 凡是要求完美 無法接受體能極速惡化 當時化療副作用重重擊垮他的自信 打化療然後吃那些藥 我開始說非常不舒服 我會暈 我會吐 會失禁 你想殺死病菌 也自己要付出代價 你要有這個正確的認知 你就是面對他 處理他 虛弱中重新獲得力量 有來自家人無怨無悔的守護 另一部分則是中醫條理持續不斷 打標吧 那個藥會便秘 我每天早上都上不上手手來 可是他就會從那個之後 幫我調整我的身體 那後來我的痛啊 各方面就減緩很多 很多人就是拿到完門診 然後吃了中藥之後才說 為什麼我們不早一點點接觸中藥 那這樣子我們整個化學治療療程 就不用這麼累了 為了提升護理人員中醫照護能力 台中慈願公費鼓勵護理師 參加中醫護理訓練 獲得中醫護理學會認證 連外院的護理師也慕名而來 跨院學習 因為現在越來中期和和療的 醫院越來越多了嘛 那如果你給我看到 你有中醫這個七科九尋 我更喜歡 同樣一種疾病 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治療 有些疾病是要這裡處理好 然後就是它會連帶很多地方 就是讓我們更如何知道 去跟病人解說 我來這裡我就覺得 哇 我們中醫這麼強 為什麼不好好發揚我們的中醫 中醫護理七科九學分 課程包括中醫學概論 中藥學概論 藥膳學 針灸護理學 商科護理學 中醫護理學 以及中醫護理學實習 在上面一點 這裡有泡泡 對 有風池 對 歪掉我們不見得摸到 可是附近的肌肉一定會緊繃 對 一般我先記錄完之後 他們做一個Double Checker 取診的時候大部分是他們的取 原來大部分醫生會問說 他吃飽了沒 不是單純問問 因為有些人可能會暈徵 這都是學了之後才知道的 我現在是待的是外科系病房 然後很多都是那個癌症的病人 加上還有一些就是復健的 對 然後因為他們這兩種病人 我們最常會合併中醫一起治療 護理師自己會跟病人說 阿伯你這樣不行喔 你打完化療之後 嘴巴破得很厲害喔 這個是高麗森 你那個嘴巴破得很厲害 不能吃 那中醫師他幫你開的那個粉光森 那個森是比較不會上火 然後我在旁邊聽到 我就感動到快哭出來了 我想說 哇 護理師好厲害 而且他們真的具有中細同時照護的知識 從病患的回饋發現 不論是在給藥流程 針灸即針正確率 癌症中醫衛教 以及中醫護理照護都獲得改善 在癌症病友的抗癌歷程 多了一道隱形的力量